大家好,这里是小波读书 今天我们继续分享书本华的哲学思想 那前一期内容我们分享了书本华在论充足理由率的四重根中 区分了原因和理由 那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书本华这篇著名的论文 首先你可能会问什么是充足理由率呢 简单来说,充足理由率就是世界任何事物都有其存在的理由 而且这里的世界只是表象的世界 书本华认为我们只能认识到世界的表象 在书本华的代表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一开篇就说,世界是我的表象,这是一个真理 而且书本华认为我们这个世界的一切表象 都是在有规则的联系中相互依存的 而且这种联系是先天决定了的 没有任何表象是可以独立自由的存在 每个表象的存在都有其充足的理由 这些表象一共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现实世界的对象 它们遵循着因果率 那这里的率也可以理解为原则 只要出现原因就有相对应的结果 万事万物的变化皆有原因 因果率主导着一切世界对象的运动变化 是变化的充足理由率 第二类是概念和概念之间的关系 它们遵循着认识率 概念和概念之间的关系是由逻辑主导的 概念之间都有逻辑的必然性 第三类是时间和空间 它们是一切存在的基础 是先天的存值观 它们遵循着存在率 第四类是人类的行为 行为就有动机 行为遵循着动机率 动机就是一个人所有行为的内在逻辑 这四种认识形式分别是因果率 认识率 存在率和动机率 总的描述就是充足理由率 而它们每一种都构成充足理由率的一个根 所以舒本华称之为充足理由率的四重根 那今天我们先来介绍因果率 因果率可能是舒本华最看重的一种关系 因为他几乎花了一半的篇幅来论证自己的这个思想 这里的因果率的对象是现实中物理世界的对象 准确的说是对应着现实世界的对象的变化 现实世界的一切变化都是有原因的 如山川河流 日月星辰 桌子板凳 这些物质的对象 它们所有的变化都遵循着因果率 也就是说只要出现原因 结果肯定会随之而来 我们来举一个例子 我用手推动杯子 杯子掉到了地上 在这个场景里面 我的手移动的一系列变化是原因 而杯子掉到地上的一系列变化是结果 在这个例子里面 原因和结果是现实世界对象的一系列变化 舒本华认为现实世界的一切变化都是这样的 从日月星辰的运动变化 到花草树木的生长变化都是这样的 每一个变化都有原因 但是现实的对象本身既不是原因 也不是结果 比如我们前面的例子里面 我的手不是杯子掉到地上的原因 而手的移动才是杯子掉到地上的原因 这个思想其实非常关键 为什么舒本华会这么认为呢 我们其实可以反过来想 现实世界是由物质构成的 但如果物质都是禁止不动的 那么一切的存在就毫无意义 只想我们讲到物质的存在是无法找到原因的 或者说不需要解释原因 而只有物质变化了 才需要我们去找原因 所以原因和结果存在于变化之中 那同时在现实世界事物的变化的因果链条 是无穷无尽的 舒本华在书里面举了一个例子 他说阳光照在凸透镜上 把凸透镜下面的物体点燃了 这个变化能够发生 依赖于前一个变化 或者说是因为云雾的移动 没有把阳光挡住 而云雾的移动又依赖于风 风又依赖于空气密度的不平衡等等 因果链只是与变化有关 也就是与时间中各个状态的产生和消息有关 在这种变化关系中 先出现的状态称之为原因 后出现的称之为结果 这也解释到关于时间和空间 是我们认识的先天形式 是一种纯直观 这个我们后面会讲到 舒本华认为 从因果链的必然性中 可以延伸出两个结果 它们是惯性定律和物质不灭的定律 惯性定律就是说 物质可能存在的每一种状态 不管是禁止的还是运动的 如果没有什么原因 意外发生的话 那它将永远存在着 既不缩小也不膨胀 所以这里的惯性定律和牛顿力学第一定律 其实是一个意思 力是改变运动状态的原因 而物质不灭定律 也可以用来证明物质的永恒性 因为因果率只应用于物质状态的变化 而不是物质存在本身 舒本华把物质的存在称之为实体 实体是永恒的 它既不产生也不消亡 因此在宇宙中 它的存在量既不增加也不减少 这是物质不灭定律 因果率是我们认识物质变化的唯一形式 而且它只应用于物质的状态 而不是所有变化背后的存在 也就是物质 在舒本华的思想里面 物质存在的原因是我们无法得知的 就像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说 世界的意义在世界之外一样 是世界的变化让我们认识到了世界 或者说是变化赋予了世界意义 这种思想其实在后来海德格尔的思想里面 得到了进一步的延伸和升华 海德格尔进一步区分了存在和存在者 海德格尔发现西方哲学从柏拉图开始 其实就已经走错了方向 他们把存在当成了存在者 而存在其实应该是一种变化的过程 而不应该是一个凝固的状态 就像在柏拉图之前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里特说 我们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他的意思是说我们这个世界是流变的 是无时无刻不在运动变换的 这才是存在的本质 比如一束花是一个存在者 而花开的过程才是真正的存在 西方哲学从古希腊的柏拉图开始 就走上了另外一条路 左眼点关注于存在者 而忽视了存在本身 而在海德格尔这里的存在 正是苏本华思想中存在的一系列状态 是一个运动变化的过程 海德格尔还认为 柏拉图的理念 亚里斯多德的实体 笛卡尔的我思 和康德的物质体 黑格尔的绝对精神 西方哲学一直在关注存在本身 或者说我们要认识这个对象本身 但忽视了存在形成的过程 但海德格尔看来 相较于结果 我们更应该关注过程 关注事物的变化 而这种思想和苏本华的思想 其实是一致的 简单来说 世界是因为变化而有意义 静态的固化了世界 本身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好了 今天我们聊到了 苏本华关于充足旅游率的 思重根的第一个因果率 也就是苏本华花了很大篇幅 来论述了一种关系 那下一期视频 我们继续分享其余三个充足旅游率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关注小博读书 我们下一期视频见